汉莫才无敌,云藏独出群 神威能奋舞,如雅更知文 天日心如尽,春秋一薄云 昭然垂万古,不止冠山芬 关羽,自云藏,本之藏生 河南谢县人,由于其无勇和忠义的形象 所以备受中华文明的推崇 但这和小言接下来要谈的话题一点关系都没有 本文不是要确立关羽的历史地位 只说关羽外貌的历史演变 三国志关羽传记载 与美虚然,故量未知然 宋弘迈写的一间之志甲眷酒记载 同周关云场庙,在周至西北域 土人士之盛景 偶像素史区,其衣黄衣极足,面露而多然 指令其,其壮可畏 三国志平画版说关于 是平阳蒲州,谢良人 生得神眉凤木,求然,面如紫玉 身长九尺二寸,喜看春秋,左转 每每看到乱成贼子,就心生怒气 三国演义第一回说关羽身长九尺 然长二尺,面如重召,唇若涂之,丹凤眼,卧蝉眉,相貌 根据三国志记载,关羽的外貌描写只有美须然三个字 也就是胡子很漂亮而已 但却没有说胡子有多长 因此曾子丹主演的电影《关云场》里面的扮相 其实也不无可能 到了宋朝 同州关云场庙的神像雕刻 黄衣,极足,面露,而多然 当时的关羽是身穿黄衣 另外根据旺麦《关超教本古今杂谈》记载 关羽是穿红袍的 现在一般人所认识的一身绿和男人最不喜欢的绿帽子 则是因为三国演义第二十五回 一日曹操见关公所穿绿井战袍已旧 即度其生品 取一井做战袍一领乡镇 所以后人皆以刘备赠送的绿井战袍来表现关羽的忠意 至于关羽的丹凤眼 九尺左右的身长 三国之平化就曾经出现过了 不过当时的关羽却是面无止欲 直到三国演义才变成现代人所知的 面如众枣 鲁迅在《年谱议册》里说 承认的中国戏有时用象征的手法 比如用白代表奸诈 红代表忠有 黑代表威猛 蓝代表妖艺 金代表神灵之类 但是三国演义第35回 重视其人 面如众枣 目若朗星 乃一样人 魏妍夜 以三国演义来说 魏妍老后有反骨 和书中的一些描述 魏妍的形象跟忠勇较来吻合 所以面如众枣 在当时比较像是代表威猛 主要还是因为关羽的缘故 才使得红色变成了忠勇的象征 基本上 关羽的外貌 至此已经定型了 不过在神像方面 倒是多了一些神格化的凸显 清代又有说法 都城旧有地象 言仙朝从大类出者 其面色正次 面有七字 比准二字犹大 虚然则稀疏 而满腹非无驴也 其中的面有七字 比准二字犹大 象征北斗七星 是一种贵不可言的相貌 而许多妙语所供奉的神像 更是七成精面 用来表示 至高无上的崇敬 看到这里我们可以发现 关羽的外貌的同意 大概是从宋朝开始的 像是持刀 最早也是处置大宋宣和仪式 一神将一金甲 清刀美虚然 而后因为世人的崇拜情节 关羽的形象 才增加了许多贵相的特征 并在此后广为流传 可惜的是 跟娱乐圈一样 关二爷如今的形象 也变得越来越凉 尤其在动漫与网络小说方面 有些动漫作品 更是直接激变了 真的让人无法适应 最后小妍再次呼吁一下 真实的重要性 赚钱真的可以放在其次的 今天就讲到这里吧 如果大家喜欢 欢迎订阅小妍的频道 这样就不会错过更新了 有你们关注 真好 愿你们每天都过得愉快 再见